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张国成 我是2019年进行开源工艰 也是因为这个项目成为了应农的PPMC 我在腾讯大数据平台工作 然后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举题主要是有三个部分 一个是应农的相关简介 第二个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应农 第三个是应农的路线map是怎么样的 这个图大家去访问应农的官网的时候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架构图也反映了APC应农的一个项目目标 它希望做一个包含有采集 汇聚 缓存和分解落地 以及上面的管控模块的一个一站式的流数据接规平台 它希望的目标是什么呢 希望业务在通过这个平台 只需要简单的设置我的数据源 然后我需要的一个数据的处理质量要求 比如说高信的还是高口号 以及我需要将数据进行怎样的卷换 然后再落到指定的目标服务器 那通过这个平台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业务很轻松的 搭建起基于流的数据接规平台 来进行流数据服务处理 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之前的开源模块 TubeMQ在我们的数据缓存测 TubeMQ它仍然是存在的 只是说在这个管道上面 它已经有以前的一个单独的项目 而变成了其中的一个模块 那我们的考虑是说 我们将整个的接规平台来进行共建 这样子的话 对于业务的使用方是更友好的 在这个名称 印隆的这个名字 其实是与中国古代神话故事里面的神兽印隆有关系 和麒麟是一样的一个角色 那它的职责就是说将江河引流到大海 那介于什么呢 介于我们印隆的流式数据上报平台的这个功能 好 关于阿帕奇印隆 这个介于测的这个模块 大家可能也会有疑问 一个数据介于上报 需要整这么复杂的一个架构吗 是否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模块即可完成 或者说不需要一个模块 只需要一个文件 我就可以解决它 那我们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探讨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印隆 从这个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最底下这一层 其实是我们的实际的一个数据的产生 和一个数据的距离层 在这地方我们总结了一下 对于数据的一个深层这一块 其实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它的量会非常的大 在大数据上报里面 它的量会非常的大 万亿 十万亿 甚至百万亿 到这样的一个量级 日均每天的一个数据上报 第二个它的实时性要求非常的高 秒级 好秒级 这个是在我们的业务场景下面 是经常会提到的 第三个 它的数据的形态会非常的多 你比如说基于文件的 Db的 和基于消息的 或者是基于不同的数据格式的文件 那在这个右边 是什么呢 是各种各样的大数据处理的服务器 它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特点 你比如说有一些是像 Stone 或者 Blink 它是可以进行拉取的 举动拉取数据的 但是还有一部分 比如说像HDFS 它是需要外部写入文件 然后它才能够进行出 还有一些的要求是说它的数据质量 也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可能是要求 我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精度 它的性能 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我要求实时的 Flink 我要求实时的 有一些可能害我的面 可能就是按天 或者按小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它的数据 首先是我的数据有很 它有不同的特点 第二个呢 我的是业务处理 它是有不同的要求 其实这个是服务器的那个处理 也反映了一些我们的 在这个字上 对于处理数据的业务的要求 也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的硬能 它就是取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它取一个将数据 从它的生成的源头 开始一直负责传送到它的数据处理的目标端 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 在这个部分 我们首先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上报广告 因为它有不同的IPC 不同的业务量级 还有不同的一个数据的种类 和一个时效性要求 所以我们需要有采集 有汇据 还有我们的缓存 以及我们的一个sort 分件落地 以及我们的那个SDK 还有它的管控框块 在这个字上 其实它对系统 我们的业务 对系统的要求 比如说是要端到端的 你不可能一个业务 拿一个新的SDK 那么每一个业务都需要去OSP 那么它就需要有一个 需要一个中点 就是一个中心的一个系统 来完成这样的复杂繁锁 以及重复性的工作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功能汇聚 我们还希望能够达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它需要有一个统一的SLA 统一的一个接力标准 接力要求 那我们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 我们是希望是能够使得这个接力 更易用 更可靠 接力的这个服务更可靠 它的功能更丰富 为什么这么说 你比如说我们在大家平时用的卡不卡 那如果我们在和业务进行交流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QBMQ的时候 其实有业务就聊到这一点 你QBMQ性能确实是不错 高性能 然后高可靠 然后这个我相信 但是你要让我去适配 从我的源头一直到汇聚到我的分解落地 还有我的管控层 这是很很很复杂的 很很繁琐很复杂的一个事情 那有没有个更好 我们当时就在吵一个问题 就是有没有个更好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想到就是把整个经营开源 那使业务能够简单的去使用 一站式的去解决这个基础平台的工作 当然也有同学会说 你这个和我们线上做的也其实是很类似的 包括框架 包括你的一个思路 那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弗洛姆加上卡不卡 和你的有什么差异点呢 那我们差异点在哪呢 差异点在我们的不同的数据压力 或者是说它的数据的系统的承受能力 这个头大家不陌生 这个是在2019年TuberM2开源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给大家做过一个分享 这个是我们目前受评 应农这个平台日均的数据节约量 目前在开源的时候我们大概是30多万亿 到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60多万亿 60多万亿条每天万亿单位 那其实这个头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其实是大数据产品的使用方 深度的使用方 我们应用过大数据产品 在机遇平台车我们应用过很多组件 包括卡不卡呀 包括浮动 但是没有一个产品 开源的产品能够满足我们的线上的这个业务需要 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系统的可靠性的要求 包括性能的要求 还有包括最重要的一个机器成本的要求 那就使得我们去怎么做呢 我们不得不去自研 不得不去在机遇平台 因为这一块是非常重要 不可或缺的 但是这里面的问题又是世代解决的一个环节 所以我们去投入了很多的资源和时间 来去做自研 我们其实在这一个地方 就是说我们经过实践的检验 然后我们需要去作用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我们做硬龙的 其实也是有自身的考虑的 我们从最初的200多亿 到30多万亿 到目前的60多万亿 以及未来可期的百万亿 这个量解的情况下面 其实我们的系统是什么呢 我们的系统其实是在 在这个数据压力下面 我们是在 不但被数据被陷往的这个 线往的这个形式所压着走的 那我们的系统呢 其实也是做的不是特别完善的 但我们想在这个 快到百万亿量级的时候 我们想换一种的研发模式 我们将这个系统怎么接域分开 全部开源出来了 全部开源出来了之后 那我们希望是什么呢 我们是在百万亿这个 未来接近百万亿 已经将过百万亿的这个量解下面 这个系统要怎么做 我们是希望通过开源 来汇集所有的能够通过开源 能够联系的开发人员 核心继续人员 来一起探讨 如何使这个系统做得更完善 比如说更加 组件之间更加是可插拔的 然后是可以相互之间异常 情况下是可以隔离的 可以调整的 以及我们的这个系统承受能力 要是达到可预期的 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把它进行开源 我们基于线上的压力 我们的线上的业务要求 我们作为一个深度的 大数据产品的使用方 我们是希望去做运动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做 为什么要去做运动 我们刚才这个图里面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为什么要做运动 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 很切实的一个目标 就是线上目标 是说我们在未来一年左右 一年多到两年的时间 我们在高性能的数据 日均的量级可能要过百万亿 我们高可靠的量级要过千亿 那我们的数据流 那我们的数据流 就是说从采集到写到某一个 一个个单独的表的那个数据流 会过二十万亿 而我们的数据流 而我们的业务的要求是走步在提高的 现在有以前的业务要求 是从业务车的端到端 而不是说我们系统 入口到我们系统去 是从业务车的端到端 要级或者是毫秒级 那我们觉得这个量级下面 是在全球也是首一首二的 无论是国内还是全球来说 那我们想把这个系统 我们做了一些改进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研发模式的改进 我们首先是把它在公司内进行了开源 整条链的开源 我们希望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在服务公司 众多业务的同时 还与不同部门之间的 做接狱的环节的一个同事 来进行交流 不一定是接狱 其他的就是说开发人员进行交流 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个 有价值的一个改进的一个方向 同时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还把这个项目给开源到阿帕奇 我们是希望通过阿帕奇这个管道 与不同公司之间 或者是不同国家之间的 这个开发人员一起来进行 去一起来进行面对 在这个百万级量级情况下 我们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开源 我们是改变了我们的一个行为模式 一个研发模式 我们通过开源来做应用 这个地方 稍微有点卡住了 稍微 那我们去做开源的话 那这地方的话 我们的路线头是怎么样子的呢 那整个来说呢 我们是希望通过阿帕奇的方式 通过保持开放的一个社区 来达到腐化落地 这个腐化落地有两个含义 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是能够通过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那我们能够从阿帕奇进行毕业 把这各种功能补齐 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我们以两个月为一个版本迭代 将一些必要的功能要进行补齐 达到毕业的条件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那我们希望是把这个开源供建的这个结果 来落地到我们的线上生产环境 来支撑起我们在未来两年的一个数据接入的目标 那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路线头 包括比如说我们7月份就已经发布到手段 那包括未来我们的应用性的 组件的应用性 数据质量和豆粮 一些统地SDK以及一些其他的功能项 我们都会进行足够的完善 那我们的一个目标 其实在这里面我们也讲了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去做应用 然后我们的路线头是怎么 其实在这个即使没有到百万亿 到六十多万亿的时候 各个组件其实都是需要值得考究 和继续研究分析的 那这里面我们给大家介绍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应用的Sort分析系统 它是愈合去完成六十万亿的量级 六十万亿的数据 日经经理数据量 形成二十万亿的一个半斗的数据流 就是说每一个行业不同的那个表 最要能力的 这样也有意料来进行介绍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刘彪 来自腾讯大数据团队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是 阿帕奇应用Sort 海量数据分减落地 首先呢 先介绍一下Sort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这里列了一下一些关键词 Sort是腾讯大数据团队内部自研的一套实时ETL的引擎 在腾讯内部以SaaS的方式提供服务 将应用中的数据一站式的对接到下游系统 目前呢Sort已经支持了多种常用的存储和OLAP系统 例如Hive HBase ES Aceberg Clickhouse等 Sort广泛应用于腾讯内部支撑了多条重要的业务线 另外就是Sort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对海量数据的处理能力 这既是它诞生的初衷 也是我们不断优化的一个中心 简单介绍一下Sort的架构 前面提到了Sort是应用的数据出口 从图中可以看出Sort会将消息对列中的数据进行数据处理 并导出到目标系统 这里呢这个图上只画出了应用内部和Sort相关的一些部分 其实应用还有很多其他组件并没有在图中显示 这个后续有其他应用的一些讲座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Sort内部呢有多种组件 比如说Consumer Parser Aggregator Producer Commeter 还有Router等 Sort呢还会对接到多个存储系统 比如像图中画出的这个指标的存储系统 也有外部的一些比如数据存储系统 另外如果需要的话还有原数据的系统 比如说像Hive 像isberg 他们就有原数据的 原数据的系统 Sort内部的Schemer 也就是原数据的这个控制是通过应龙的Manager 然后应龙的Manager会透过这个原数据的存储系统 然后还会有通知和分发机制来通知整个Sort的集群进行原数据的变更等 后面我们会详细展开这一部分 接下来说一下Sort的海量数据处理能力 以下有些指标 在腾讯Sort的在线集群部署的规模已经超过了3000台服务器 支撑了内部超过20万个业务的数据处理流程 峰值期间每秒数据落地能达到9万条 全天超过50万一条数据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Sort如何支撑到如此大的一个数据量 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说在我们不断迭代和优化Sort的过程中呢 我们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套自适应的流量调整机制 这一套机制呢解决了系统的若干痛点 自适应的流量调整呢实现起来其实非常复杂 它包括很多模块还有我们进行了若干的迭代 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不能详细的讲开 这里呢紧对一些基础原理进行一个简单的说明 流量的调整呢包括了一些比如说指标的采集 指标的上报汇总计算 然后以及计算结果的分发 这个计算结果我们内部叫做路由表 就是图中这个绿色的这一部分 然后呢这个路由表生成之后会分发到各个计算节点 然后各个计算节点呢进行这个 根据这个计算结果来进行流量调整 Sort当中的各个节点会采集一些指标 包括这个所在机器的一些机器的硬件指标 然后呢还有这个所处理数据的一些指标 Router呢负责就是图中最上面这个部分 Router呢负责汇总这些指标并且进行计算 然后得出一个当前最优的路由表 然后分发到下面 然后呢这些传输的组件 然后读取这个路由表 然后来进行一系列决策 他会决定自己自己处理的数据是否进行分发 如果分发的话怎样分发 说完了这个基础的原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究竟解决了哪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load balancing负载军 随着业务呢越来越多 业务数据量的这个增长 然后呢还有业务数的增长 这会导致呢这个流量呢 进行一些就是不增不均匀的增长 这个集群呢还会有另外一层的影响 就是说集群服务器的状态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外部发生的这些变化呢 又会导致这个集群的处理能力 然后出现一个不均匀的情况 然后呢这两层两层影响双重叠加 就有可能导致数据的这个数据的流量 还有它的处理能力 然后会发生就是一个不均匀的一个匹配的情况 然后呢自适应的流量调整 其实就是来解决这个事情 自适应的流量调整会让数据 它的目标是让数据和这个数据流量和它的处理能力 发到了一个处理能力不足的机器上去的话 那我有可能会缩小它的这个数据量 然后尽可能分配一些就是计算能力比较富裕的节点 然后进行计算 然后呢除了负载均衡之外呢 这种自适应的流量调整机制呢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集群的溶灾 我们知道在分布式的集群环境下呢 这种硬件的故障是难以忽略的一个事情 然后这种自适应的流量调整 它的溶灾能力呢是这样 就比如说像服务器要当机了 甚至服务器有一些当机的技巧 比如说它的磁盘的IO能力 然后变得很差 它的CPU或者是内存指标 然后CPU比如说是计算能力下降 或者是内存有不可用的部分 那么呢通过Router呢通过分析这些硬件指标 如果它发现这个服务器状态有些问题 它首先会更新路由表 将这个故障机器的这种流量降低 看它是不是能自己恢复过来 如果在给定这个预值时间内 这个机器的处理能力还是无法恢复的话 走会进一步把流量切走 然后直到切光 然后呢这样来说对于一个当机的机器 或者说处在当机边缘的机器的话 它的就不会进行数据处理 这样对于全局来说可以把对整个系统的这个影响降到最低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避免小文件的问题 这主要是对于一些基于文件的存储系统 或者是OLAP系统 并且呢这些系统它自身并没有小文件合并功能的这种系统 比如最典型的像Hive 小文件带来的这个性能啊 有可能会造成一个极权查询的一个瓶颈 自信的流量调整呢 它是考虑了另外一层机制 它会做一层聚合的功能 它简单来说 它这个聚合功能的工作原理是这样 它会进行一些指标去判定这个业务的数据量属于一个较小的数据流 还是一个较大的数据流 对于这种数据量较小的这种业务呢 它会尽可能的去进行聚合 就比如说像把这些业务尽量分发到一个机器节点上去进行聚合 这样呢就是产出的文件将会 将会大小会适中 就是避免这种尽量打散导致的这种 就是各个节点都产出很小的文件这种 然后呢这个图中的aggregator其实就是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刚才说到了这种流量很小的这种业务 那么还有一类业务是流量很大的一类数据流 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优化 就是一个网络的短路的优化 也就是上面提到的network shortcut 对于这种大流量的这种业务呢 如果你对它进行聚合 其实没有这种小文件合并的收益 还会呢带来对网卡流量的一个压力 所以呢就是router还会有另外一层策略 就是说对这种大流量的业务 会让它跳过聚合阶段 直接会在本地就是图中画的这个虚线 shortcut 这一部分直接会在本地就是跳过aggregator 直接进行一个数据上传 这样呢避免了一些流量的压力 然后最后一点是一个人工模式 人工模式呢其实主要是针对线上的运维 它呢提供了一种人工进入的方式 可以人工去调整一些流量 这个比较有用的场景比如说就是 像我们有时候会下线一些机器的话 那运维有可能会提前把它流量就切走 然后做到一个优雅停止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说一下这个原数据的动态更新的功能 sort呢其实是一套多租户的系统 它支持动态的增加删除更新数据流 其实呢不只是数据流 它还支持动态的调整一些集群的配置 那么这些功能的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其实对于一个实时的系统 不断流的进行变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 这是它本质上区别于一些批处理系统的一个本质 sort呢全链路每个组件都支持原数据的动态更新 所以每个组件的这种原数据管理的模块呢会有不同的效果 比如说比如说这种consumer和producer这种节点呢 它会动态这个它的原数据管理模块呢 它会订阅然后会变更自己的数据流向的情况 就比如说增加一些consumer或者减少一些producer这种 然后呢像一些处理节点呢 它会进行一些内容变更跟配置的调整 它主要就是订阅变更然后通知 然后呢这样的一套完整的系统 串起了整个sort它的一个动态原数据变更的一个功能 然后另外有一个数据质量保证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功能 其实介绍这个功能就是想以这个例子来介绍一下 我们内部是怎样做到和业务的结合 我们内部有一些对数据质量要求非常高的用户 然后呢它们的系统有一些是支持这种数据写入和原数据提交分阶段的这种系统 比如说像哈务 还是博格都支持这样的两阶段提交的 然后呢我们会对这样的系统提供一种数据数据质量保证 我们内部叫对账的一套系统 这套对账系统呢它其实依赖的就是这种两阶段的提交的方式 我们会先把数据落到这个data storage也就是数据存储系统里 然后会进行一个指标教验 指标教验就是图里面比如说像我们 这其实是一个入hive的一个典型流程 在应龙的agent模块采集数据的同时也会进行指标的收集 指标的收集呢 会沿着下面这条线进行指标的聚合 然后还有指标的去从 然后呢把指标写到指标的系统里指标的存储系统 然后呢数据流呢进入了消息对列之后 sort呢会把这个消息对列中的数据拉过来处理 然后进行写数据 他在数据处理的同时呢也会进行指标的统计 然后也会把指标进入这个指标的系统 然后committer节点呢会拉取两边的指标系统 进行一个数据的这个指标教验 只有当这种指标教验达到用户设定的预值之后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指标战略就是数据量的对比 那么只有当这个通过指标战略之后 我们才进行真正的committer的操作 用户才会对数据可见 然后呢下游呢依赖这一份数据的业务才会进行调度 那么就可以防止这种其实解决的最主要的场景 就是有一些数据的非预期的异常情况 就比如说数据的某些资料出了问题 导致大批量的数据被丢弃 然后呢防止这种就比如说像凌晨产出的这种 有可能告警大家都想一步过来 防止呢这种低质量的数据呢 然后直接暴露给了下游下游了进行这个处理 然后再给他的下游进行就是引起一个连锁反应 然后呢有可能会导致这种数据难以追回的这种方式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数据教验如果不通过的话 是需要人工进行验证 这样可以避免下游直接就是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措施 然后呢简单说一下我们正在做的和后面一些更长远的规划 这里呢写了一下就是下一代的salt 其实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改进 第一个是框架的插件化 第二个是自适应的资源管理 还有一部分是自动化运维 这个插件化的框架呢主要是针对三个部分 就是数据的处理数据的导入数据的出出进行插件化的改造 它呢其实是两块就是第一个是框架本身的通用性抽象 还有就是差异化部分的一个插件化 这种改造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代码复用性会提高很多 然后扩展起来也会比较方便 就是新接入新的系统的话呢 会很快的就可以进行改造完成 然后还有第二块就是自适应的资源管理 这种其实解决的痛点是目前这种半自动化的一个资源分配的方式 它包括两个部分就是第一个是资源分配 第二个是资源调整 资源分配呢就是这种新业务接入啊 它目前是基于这种审批的机制 其实是需要预为去接入并且评估的 然后呢这种后面我们会做成完全的自动化 只要呢用户有资源的授权 其实完全不需要预为的介入 我们会根据用户的这种属性资源的属性 然后甚至包括它的地理位置的分布 然后以及集群集群的一些指标综合来做出决策 然后给它一个初始化的一个资源分配 那么这个配套的第二部分就是说资源的动态调整 就是说当资源这种介入之后 如果这个初始化的分配呢不合理 或者是业务的这种数据量有一个较大的波动的情况下呢 我们现在是需要运维去进行盯正的 那么这里其实就直接引出了第三个问题 就是自动化运维 像前面提到这种自动分配 自动动态调整呢其实都是服务于这种自动化的运维 我们刚才说的自动的调整呢会有一种基于试错式的方式 就是动态的去去进行资源的一个扩大缩小 然后去根据它的采集上来指标进行一些反馈 然后进行再调整 这样一套基于反馈制的这种试错的机制 其实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自动化运维的这个部分 自动化运维呢我们 其实也有几方面 除了刚才说的资源调整 我们还有一些另外的一些工作 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些重新重构一套报表的系统 还有一重新的重构一套这个指标和告警的系统 这样其实我们在做事的一个方向是说 有一些用户级别的信息 我们会直接透传给用户 绕过运维直接透传给用户 比如说最重要的这种 异常数据的这种告警 然后还有下游系统的一个比如写入能力的一个性能的告警 这样的话为什么叫自动化运维 其实这一部分可以减轻我们内部运维的这种压力 我们内部的运维其实就完全关注于我们系统本身的这种告警就可以了 然后像下游系统的一些性能 还有就是异常数据的一些指标的话呢 直接让用户去第一手就知道这些信息 这样的话呢避免了一个这种无效信息沟通 然后必须要人工去反馈他们一个信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去间接达到一个就是自动化运维的一个效果 这其实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自动化运维 就是下一大sort的一些事情 ok 其实因为今天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呢 这个很多内容只能泛泛而谈一下 今天就是我大概介绍的sort的部分 然后也欢迎大家进行反馈和提问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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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来到先到先到先了 所以我这么多点前去 最心感觉 可以睡觉 我们可以睡觉 会睡觉 等吗 他们